柯正宗日前因為拍戲受傷 九日擔任台北文學 月影展大使 臉上還貼著繃帶 但他脫肉 其實不是第一次受傷破相了 因為我小時候就打球臉受傷了 就有人要抄我球 就指甲就戳到我也 在裡面他是往內反罪 很嚴重 出道前 那些年上映那一年 這種經典時刻就要留著 他有賠你錢嗎 他跑掉了 跑掉了 對 就跑掉超快的這樣 我自己去醫院 我自己去醫院 而被問到投資哥哥的酒吧 被爆出調酒師 趁女客人喝醉時 伸出魔爪事件 阿東也給出了回應 不是 那個我不知道 我是昨天看新聞才知道 因為我沒有 我不在管理階層裡面 我純粹就是投錢 支持哥哥跟家裡的產業這樣 所以我是昨天看新聞才知道 而且已經去年的事情 所以中間都完全沒有 然後我跟我員工也沒有知道 很熟 對對對 所以 但確實好像換了一批人 對對對 所以其實真的原因我不知道 然後 我昨天 收到這個新聞連結的時候也是 也沒有機會去問店裡的人 或我哥 對 但我覺得就是 反正就已經一年多的事情 然後判決結果也差不多確定 如果是確定的話 我沒有細開內容 但就覺得 那 任何情況下的 非自願的騷擾都不應該發生 所以沒什麼好說 就是 犯錯就要扛 不然你要怎麼辦 對啊 就好好重新做一個好人 這樣 這樣 不要再犯了 不要 對 這是 不要 對 不要再犯了 這樣 嗯 比起剛才 是 他 因為關懸的戀情 是不是很小 哇 這個話題怎麼跳這麼快 這樣 啊 就 很好啊 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 非常棒 對對對 希望 大家都可以 過得越來越美好